我现在示范一下神圣情讲道法 主要是这样的 是我们什么原因推动自己 或者推动别人 查经或者讲圣经 我们都用神的圣情和恩典来鼓励人 是更加好的 因为是被爱 用爱来鼓励是最好的 譬如很多人不开心 为什么会觉得不避爱 没有人喜欢自己 亦都自己不喜欢自己 是很凄凉的 而这个讲道法就是 无论什么经文都好 我们由那个经文或者全本圣经 找出神的恩典来鼓励我们 而这个经文我现在用的是 雅各书一章十九节 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这个经文你看上来 好似没有讲到神的恩典 那我们怎样能够 在里面去想到神的恩典呢 那我讲出一个原则了 那我们会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 就会呢 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那我解经 那我们解一下这个意思 那这个意思呢 其实我们都大家可以明白的 就是我们对人 多些留心听啦 更加好像 主动听啦 Active listening 什么叫Active listening 主动观察他的人啦 有什么受伤害啦 有什么不开心啦 有什么影响啦 在我背楼 在我背楼 在我背楼拿一支水 水 我的灰色背楼 小的喔 在里面 可以提给我 好 突然间 好了 那就是 就是一个智慧的人啦 他听人说话 主动聆听 Active listening 什么意思呢 看看这个人 他的表情如何 他的 说话的情绪如何 讲话的声调如何 都会显示这个人的内心世界的 和他讲的内容 和他表达那些重点字 他说 那些人很坏啊 那些人什么对我啊 这些重点字 就是他觉得那些人 亏待他 那我们留心听他 听到他的说话 他受什么伤害 如何受人影响 然后呢 就快快地听啦 就慢慢地说啦 不要那么快 那么多话说着 听多些人说 不要那么多发表意见 慢慢 将来 听完之后引导他 慢慢地动怒 更加不要发怒 好了 这三句经文 都是讲到 基督徒要做什么啊 是律法 属于律法 律法 不一定不好的 律法是好的 神秘的 律法包括两方面 一个呢 就是吩咐我们做什么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警告和惩罚 那就是犯罪 有犯罪的后果啦 严重的 不悔改的是 可以不能承受神的国 顺略情欲杀种 必从情欲收败 这个是警告 那么 吩咐呢 就是敬拜神爱神 还有这里啦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这些都是律法 好了 里面没有包含到恩典 那我们怎样 可以找到恩典呢 那我会这样讲啦 首先 这件事做得对的 神有没有做 神有没有听我们讲话呢 神有 神有听我们讲话 那神的背后的属性 他的本性是什么呢 因为他看重人 他关心人 所以很多人 哇 和神谈缩很多很多 很多 闷闷闷闷闷闷闷 很多 很多事说 神都依然讲的 还有呢 也有很多人呢 就会说呢 很多人呢 就会说呢 他 得到神的回应的时候呢 他觉得很安慰 神很接纳他的 他就觉得 哇 原来耶稣这么关心我 那些人听到呢 他 他 埋怨神 或者投诉 或者神回应他 他不觉得 神是罚他 神是打他 神是骂他的 他觉得神很柔和 谦卑 这个就是神的属性 就是他听的背后 是他怜悯人 关心人 体重人 尊重人 每一个人 都是宝贵的 那由神的恩典是什么呢 他真的会聆听 也都 我们未说 他已经知了 他已经知了你的内心 那么他聆听呢 他有个计划 去帮我们的 那当然他的计划 有时未必是我们想的计划 因为我们想的计划 他即时将那些问题 全部解决了 那就最快了 但是神的方法 可能 都想我们有时经历困难 倚靠他 倚靠他 倚靠他的时候会成长 就是说原来 在一个 因为神是一个聆听的神 神是一个聆听的神 神是一个联敏的神 神是一个尊重人的神 神是一个关心人的神 神是一个关心人的神 而当神去聆听的时候 神说话其实很少 有很多人都说 我听到神说话 就是一句 可能说 安静 我会帮你的了 好久了 好久了 虽然他犯好罪 但神也不是用烦恼的方式 好了 我现在 我示范一下 用这个经文来帮自己 和帮人 原来 我们由这个经文 和由转本圣经 我们知道神是一个聆听的神 神是一个 我们未求以先 神已经知道了 祂是关心我们的 祈求祂一定听到 一定会回应 祂是一个这样的神 亦都是一个 关心我们的神 爱我们的神 祂称我们做儿子女儿 祂是关心我们的 那么 我们怎样 用这个恩典推动人 恩典推动人 是很重要的 很宝贵的 为什么呢 因为用律法推动人 你要听人说话 你不要整天自己说话 你多些留心听人说话 这种方式 令人有厌烦的感觉 但我们怎么去鼓励人呢 我们想想 你每次祈祷 神的回应可以很平安舒服 他令我们很安静 有些人很烦 他就去亲近神 或者他有时赞美神 他的心就平安 就是耶稣的平安就临到 原来耶稣就聆听着 神就会回应着我们 原来神是一个怜悯的神 祂关心我们的神 祂会留心听我们的说话 而祂会在长线 一定为我们开路 当我们听祂话的时候 祂一定开路 祂一定为我们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让我们生命提升 我都经历过很多困难 但是神呢 祂已经知了我的需要 祂就一步一步解决我的问题 由一路一路开路 原来神是一个这么聆听的神 所以我们跟神相处很舒服的 就是 那些人亲近神 祂不会说 哎呀 神啊 今天发猛啊 今天又骂我了 今天又罚我了 今天又罚我了 我很惨啊 那些人误解神 可能会这么说 但是其实神不是这么做 我们喜欢神 因为神就是这么善良 这么幼和 这么看重我们 那我们想不想都是这样对人呢 那当我们这样对人呢 那当我们这样对人呢 人很舒服的 就是人家说话 很多诉苦 我们都会很留心听 关心他 我知道你辛苦啊 我知道你受伤害啊 我知道你现在面对着很大的困难 都会这样回应啊 那然后 他又会引导我们了 那我们觉得这个人 真是很有关心有爱心 他不是听完就不理 他会回应的 他会回应的 那我们这样去鼓励人的时候 就是用恩典 就不是说你要聆听 神有没有聆听 怎样多次聆听我们 我们都可以由他经历鼓励他 你有没有试过有烦恶找耶稣 耶稣真的安慰你 真的聆听你 真的回应你 而最终呢 他一直解决你的问题 当你看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神真的很好 于是呢 我们都可以同样地对人 都是说 有人说他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好像 好似代表耶稣去听他了 啊 他呢 很多伤害 我知道你很受伤害 我知道你很辛苦 那耶稣关心你的 耶稣知道你的情况的 我知道你很痛苦 啊 我都很想耶稣去安慰你 那我们留意他的情况了 譬如他 有些人呢 他很 很不开心 那我可能呢 我第一步跟他说 不如我们去祈祷 耶稣安慰你先吧 我们先再谈好不好 那有时候 有些情况呢 我就会聆听完之后 我就会引导他 怎样去 面对他的困难 我会接受他的痛苦 不开心 就是我会说出来的 我知道你很辛苦啊 不开心啊 受伤害啊 那你觉得辛苦不辛苦啊 你想不想处理到啊 想不想脱离到啊 那这样 那这样的时候呢 他都觉得我是接纳他啊 那其实我作为牧师 我都接触了很多人啊 那我都多谢主啊 多数人都会觉得 我是有关心有聆听 所以他继续找我 就是说我都不是好像 都不听他讲话 那就是叫他做什么 那这个呢 都是我们传递的 我们可以传递这种的恩典 那我先很简单用这个经文 讲出就是说 用神 想到神做些什么 然后 为什么他这么能够祝福我们 这么改变我们 于是我就用神那种恩典去鼓励人 我们都可以活出神的样式 那有时有些经文呢 是讲到相反的 比如说不要发怒 那不要发怒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想到神是怎么样 祂不轻易发怒 就是有时是相反的 就是有些说 比如说不要犯罪 神就是圣结的 就是如果那样是一个负面的情况 我们就讲正面了 神是怎么样 就是很多时候可以讲一个相反的情况 就是神是怎么样圣结的 圣结很漂亮的 天堂有没有人骂人呢 没有人骂人 天堂没有人不开心 天堂没有人激气 没有人怒吵 个个都很接纳 去到天堂是不是很有福 你想去天堂 那里个个都对你好 个个都开心 哇 神就是圣结这么漂亮的 那如果我们都是这么圣结 你家里也是这么圣结 你家里就没有吵架了 很好的 你跟人相处也很和谐 那这就是那些不好的东西 我们就用个反面 神的美善 神多么美丽 亦都给我们能力 让我们追求圣结 改变我们的圣情 就是我们追求圣结 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神又很欢喜 神就赏了 这样用恩典鼓励人 我希望大家首先用恩典鼓励自己 然后我们会出遵从神的时候 走神的路 都是恩典推动 就不说我要什么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那就会压力了 那我们分享信息 鼓励自己 都是用这个恩典的方法 我希望大家有点兴趣 我觉得我们明典的方法 真的是小君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